用那个简定练习的体力 大家训练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我可以开始慢慢看一些 就是可能YouTube也好 或是看一些日剧 把N4的程度的所有的基础文化都会了之后 那我会建议你开始挑片 我其实比较建议日剧 我觉得在矫正音调的时候是循序渐进的 我可能有十个音调很怪的时候 我必须要先去注重重要单字的音调 如果你真的要学得扎实啊 千万不要去学简定用素 今天又来到我们聊聊日本新鲜事的时间 耶 好那今天我们要回来回答的问题呢 是针对可能学日我已经有一段时间 不管是自学也好 或者可能是有去外面的补习班上课也好 常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跟瓶颈 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题 就是常常也蛮多学生会问老师 嗯对 我有听力障碍 好奇怪哦因为这个日文我看得懂 为什么他讲出来我听的时候我就听不懂 然后很多人都说到底要看YouTube的影片 比较好呢那还是多看动画 可是我觉得看了很多 为什么有看了我还是觉得没有进步 我到底要怎么练我的听力呢 好那呢 这个问题呢也要回到这个就是学生自己本身 你要去思考一下你为什么听不懂 听不懂会有很多的原因 第一个可能是你单字不熟 单字不熟你就会听不懂 第二个就是你文法结构概念不懂 就是因为日文的语顺跟中国的语顺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根本没有理解概念 所以你就会想要用中国去翻译它 第三个呢就是呢我常常遇到台湾很常发生的就是你过度专研文法 你没有去训练鱼杆 那我怎么训练 好那我等一下来讲一下怎么训练鱼杆好了 第一件事情很多人觉得说啊 我就是听YouTube啊 或者我就是一直看日剧 看看看看我就应该要会呢 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有些人是可以的 因为每个人能力不一样 在训练自己的听力的时候 你必须要限定范围 限定范围 因为呢你要想说一个日剧里面呢 它可能会用三万个字 你一直在听一些你从来没有听过的字 你怎么会进步 它就变得很像一种被听噪音 没错 所以你必须要限定范围 什么叫限定范围 很简单啊 我们每次在考检定 为什么它会有程度不同 速度不同 因为呢它的N5呢 它就会规定说 好我这个对话呢 我只用这样子程度的日文单字 跟这样子程度的文型 我来去对话 那我听不懂的话就表示 我对这些字的敏感度是比较低的 所以呢你在训练你的听力的时候 其实就是用解定的那种听力测验来限定 那你听的时候呢 你必须呢先听两次 你把你自己听到的单字先写下来 就看一下 诶我只写出两个单字 但里面其实有十个单字 或甚至二十个单字 我用看的我是看得懂的 所以这些单字你需要背单字 就是表示你对单字的熟悉能力不好不够 那再来呢很多人是说 诶我听不出来文法 其实我觉得 回到真的很古老的方法 你去用那个叫听写的方法 有时候是你的听力的速度不够 就是它讲得很快 所以你必须要去训练你耳朵 听力去跟上那个速度 从简单开始练习 慢慢等着你才能从 比较大的YouTube啊 或者是这些节目里面 你可以多听得懂几个字 嗯嗯 比如说就是我平常是用眼睛去认这些单字 要改一个习惯 要训练听力的时候 要用耳朵去记忆单字 对你先用听 听完了以后 先确定你听了听懂的几个单字 那想问一下 那到底啊 就是我用那个简定练习的听力 大概训练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我可以开始慢慢看一些 就是可能去看YouTube也好啊 或是看一些日剧 基本上呢就是回到我说的 基础文法很重要 所以你可以把N4的程度 所有的基础文法 都会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呢 你生活上的所用的东西 是50% 是你可以理解的文法程度 然后呢可能会有1% 因为它们都是很难的单字 会是你学过的一些基础单字 那我会建议你开始挑片 我其实比较建议的是 日剧 从日剧先开始 因为日剧有剧情 当你看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带入 就比较能够去训练 这个叫做你的语感 也是有一点点限定 因为你就知道他们现在弹琴 说他应该不会再拿枪 那你可以开始先从恋爱片开始 因为爱来爱去的片 通常都不会太难 用单字比较稍微简单 讲的话也不会那么的难 那再慢慢的呢 你就可以进阶到 我说稍微难一点点 有专业性的 你就可以去找你 比较喜欢的类型看 那最后呢 你在看完这些日剧之后呢 你最后想要再让你的日文 更进步的话 你就可以开始挑战 像是综艺节目 我觉得综艺节目的日文还满满的 综艺节目其实是最难的 就是是是是是是 然后你还要理解文化背景 然后他们讲话 一定又不是用正确的日文 然后有很多的俗语 你必须要记 所以呢 最后再来看综艺节目 那我觉得这样子去训练你的进度 你才不会这么的挫折 一下就找大魔王大 这样子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抓到一个顺序 就会听得懂了 嗯 所以大家知道了吗 不要心急哦 要先了解自己的程度 然后找对的题材 跟教材 这样才慢慢进步 嗯 好 那接下来第二题 也是 还蛮常被问到就是 我口说的音调真的好怪 我应该要怎么矫正比较好 好 那口说音调很怪的人呢 大部分听力也不好 如果你对音调敏感度比较低的话 你通常听不懂就 没办法模仿 没办法去说嘛 所以呢 我觉得口说音调坏的人呢 其实呢 有两种原因 假设你今天跟某一些日识在练习 你要去检视一下下 你的日识会不会对你稍微的严格一些 譬如说呢 我今天在念一个句子的时候呢 可能我有两三个音发音 没有到这么标准 可是他会积极的要帮你矫正成100分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矫正音调的时候 是循序渐进的 就是我可能有十个音调很怪的时候呢 我必须要先去注重一些重要单子的音调 而不是就整句再矫正 这时候你会很挫折 你会很挫折 你会抓不到我从哪里开始做第一步的进步 是最好的这样子 所以你必须先去检视你的学习方法 你老师是不是特别的严 那第二个事情就是呢 你必须要去检讨呢 你是不是很去注重文型跟很注重看你 怕你念错 因为我发现呢 通常音调比较不好的学生很怕自己念错 所以他就会在讲字的时候也比较慢 而忘记说其实你的音调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听力不好 所以我很建议这种音调不好的 就用我们之前很有名的那个shadow的人 就是呢 你不用知道这什么意思 但是人家念神 我就叫这个音调 我就叫这个音调 去训练你耳朵的对音调高低音的语感 所以最好的练习方法就是听课本CD 先帮你把一些重点单字的音先矫正过来 你就会听起来好一些 我们这边的学生很多都学了好久 但是音调很怪 然后可能来这边大概学一两个月 音调就多矫正过来了 所以其实要讲真的没有那么困难 就是要找对方法 对找对方法就很快 好 那接下来就是 为什么我已经学这么久 我还是没有办法顺利的用日文来表达 到底我之前学的都去哪里了 而且我好不容易都讲出来了 为什么好感觉这些日本人没有听得很懂 好 那其实我觉得也要回到学生本身 就是你自己觉得自己学了很久 是多久啊 有人在久是100个小时 有人在久是1000个小时啊 你在练习口语表达的这个日文的功课 你做了几个小时 也许你都在读文章啊 你都没有在找人讲话 你没有找老师训练你对的讲话逻辑 在对口语表达的练习 口语的这一块你的训练其实是没有很久的 没有想象中是很久的 嗯 那老师会建议说大力就是 如果我要练习口语的话 不管是我自己去讲个对象 还是我去教老师 大概要练多久 我才可以练到一个感觉 跟人家在沟通的时候 有办法去辨识 我知道我自己是讲对的还是错的 我觉得呢 讲对跟讲错是一个非常难的 但是你可以把握一个沟通原则就是 人家如果听得懂 你就可以了 就是如果你不是要追求100分 你只要沟通的话 人家都听得懂你在讲什么 你就不要太纠结说 我到底这句话是讲对讲错 除非你真的想要再更进一步的话 那就真的只好找老师去 纠正你一些比较大的 讲话的错误习惯 可是你平常在沟通的时候 绝对不会有路人 一直在纠正你讲话的错误 那我要到底要投多少时间去练口说 每一个人不一样 我会建议大家分配一下 我觉得一开始在第一个阶段呢 你就是要先把你自己的基础的 文型概念给建设起来 如果你是大人的话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 这是就是你现在 虽然会觉得很无聊 但是你不花时间 你以后后面就走不远 接下来呢练听力 其实口说呢 是最后才会会的 要说要你先听得懂 你才有办法说 那等到你听力会了之后呢 你想要口说会啊 口说快呢 有一个方法就是模仿 就是你今天你想要讲什么的时候呢 你就把 就是你在日剧看到这句话 我好想用哦 你就把那句整个背起来 你就跟他用同样的那句 你不要想要自己创造 这是一个很快的方法 因为你自己可能会 创造错误的句型 在人家没有监督下面 那我觉得你自己在练口说的时候 你自己就可以去想象说 假设我今天在台北火车站 遇到一个人要跟我问路 我今天要怎么样 跟他指路 你就可以给自己一个功课 假装在自己跟自己对话 可是我觉得不需要半年的时间 我觉得都可以有基本的对话能力 就是你自己要用对方式练习 然后每天练习 比较长度还重要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个是 为什么我学了很久 我都觉得我停留在同一个程度 大家就是从零开始 一直在系统一直在学 比较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可能就是 N4进N3 3要进N2 那当然N2进N1又是另外一个门槛 会觉得说在这边一直打转 我到底有没有到了那个程度 那我要怎么突破 所以大家不是考试上的就觉得 我到这个程度了 大家不是这个概念吗 我已经到了N4 可是我要考N3啊 我什么时候可以去考N3 这样子 原来如此 对 确实啦 一开始在N5N4的那个程度的定义 非常的扎实 就是你大概知道你把这几本书都完 你就可以去考了 那接下来的 我觉得在台湾 因为可能是什么 简定冲刺班啊 这样子 一般人就觉得去补习是这个概念的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我自己 每次都在补那些补习日文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我到底程度是哪 其实不管你在N5N4N3N2N1 都有很好的学习用处 哦 我觉得不是要买简定用处 因为如果要买简定用处的话呢 其实呢 你就是以前压的方式在学日文 那我这边讲一下 因为刚好呢 前几天也有学生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也是学了好久 都搞不清楚我在学什么 他也是大学的时候老师教 我就会问他说 诶那你老师学什么书 他就造了那个书给我 那结果我一看到呢 他的书呢 是比较缝那一种 自学旅游用书 就是 比如说我今天要去日本玩 然后我想要点个餐 然后告诉你一句话 这样 他并不是给你一个完整的架构 他不是给你架构的书 那另外一种就叫做教学用书 也就是你今天拿了这本书 你看你会觉得很无聊 但是他就是每一刻每一刻 分得很细 那我觉得呢 如果你真的要学得扎实啊 你要看得到你的进步啊 千万不要去学 简定用书 简定用书只有你要考试前 你是要复习的时候你用 你一定要去找的是教学用书 只要你把它读完了 你都看得懂 你都听得懂 里面的文型你都懂了 你就是有这个程度了 好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哦 对 好没问题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简定真的很重要吗 我学日文只是兴趣啊 我没有要去留学 我也没有想要去工作 我就想要就是学学 然后可以看一些日剧 一点想去日本玩 有必要考吗 考简定到底有什么帮助 我给你学生的答案都是呢 如果你觉得考简定 对你的学习动力有帮助的话 就去考 如果没有就不用去考 哦 我以前一开始 我也是一个很讨厌考试的人 对我来讲 其实考简定 考试是对我没有 学习动力没有任何帮助 所以我每次都 避免去考试 必到不得已 真的是 我要读书 要留学 要工作 还要要求我教那个 我才去考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给我是同学 那今天你就不用去考了 这根本不重要 可是呢 我发现有很多学生不是这样子哦 我觉得很多学生他呢 因为兴趣学日文 可是他就会觉得说 我到底有没有学会 我到底每天在干什么 可是我去报名那个简定 上课超认真 单字全部背起来 好认真 逼自己要有一个动力 要去做一个事情 一个目标吧 对 所以当你呢 因为考试考简定呢 让你可以好好的读日文 而且还有系统认真的去把这些 该度的单字背起来 那当然是 去考简定会对你加班很多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要回到自己 你觉得考试这些事情 对你本身 学习有没有帮助 嗯 再来就是 这是针对他的程度 比较好的学生 有些学生就说 我的简定都已经N2了 我甚至达到N1了 为什么我的考书能力 一直都跟不上我的简定成绩 到底我的问题在哪里 你的问题就是 你是台湾人 可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 我的出身 好 对 其实真的是 我觉得大部分台湾人的 都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 其实台湾人的学日文是非常有红利的 我们又会看汉字 对不对 对 我们台湾人一般来讲 英文都不差 所以你的汉字会了 你就看懂三分之一 英文不差 骗假名不用背大概 抓个概念 你也知道英文意思是什么 所以你其实很快 你明明应该要去记的单字 你就看快 然后就记那个汉字本身 对我们来讲太直觉 太直观了 不扎实 不扎实 所以台湾人都蛮难避免你的口说 你已经考到了 但是你的口说能力 其实是没有到那个程度的 那我觉得既然呢 因为你已经考上那个程度 表示你在文型啊 阅读上面就是我刚说的 听说读写 就表示你的读跟写 比较已经接近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你要花时间去练习你的听跟说 所以你开始要表换你的练习方式 你不要再去看文章了 这些对你已经没有什么帮助了 你必须要从我刚刚讲 从最简单的听力开始看 你在听这个的时候 这边有十个单 只是十个单都听得出来 还是你只听得懂三个 如果你只听得懂三个 就表示你七个都是靠看汉字印记的 你根本不是真的有学会这个字 那你就开始去慢慢的把你的听力给补回来 不要急着想说 一定要先把听力建设起来 你再去说 你以后再说的时候 比较不会说错 而且可能就是你口说的习惯 一旦 那个错误的方式 一旦被建立起来 你要去矫正很难 对不对 所以你会坏习惯比较多 所以先学会倾听 就像我们沟通一样 你以后会说的比较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把大部分的进阶者 学日文的问题呢 全部都把它回答在这边 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不是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以后有再更多的问题 会再录节目做给大家哦 那就这样子咯 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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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